大家好,我是平头哥 eSIM最近很火 我也陆续推出了好几个视频 之前的新西兰那个8元永久保号 火爆程度直接把官网干到下架 现在新西兰那个已经买不了了 不过昨天有粉丝推荐 西班牙有一张eSIM卡 只要16元永久使用 还送你350兆全球上网流量 没有月租 不需要实名的那种 这你受得了吗? 而且你花16元购买 这16元依然会在你的账户内 等于是入场的钥匙 说了那么多 接下来跟着我一起操作 购买之前 你要有一部可以用eSIM卡的手机 比如美版苹果和美版安卓 如果你没有 那么就必须配合我前面说的 Uber卡使用 具体细节可以去看看我这篇文章 它是一个能让你普通国行手机 秒变eSIM手机的卡 申请好Uber卡之后 打开你手机里的魔法 打开谷歌商店或者苹果商店 输入eSIM Plus 就是这个软件 下载它 下载安装完打开 这里选移动数据 如果找不到这个注册页面 退出软件再进一次 先注册一个账号 输入姓名 拼音就可以 输入你的邮件 最好海外的 国内的不知道行不行 自行测试 点击注册 在你的邮箱里 点击链接确认一下 即可完成账号注册 现在登录你的账号 进来后 点击底部的移动数据 点击显示更多目的地 搜索西班牙 上面往左滑 选择350兆流量的 有两个套餐 一个是西班牙本地的 还有一个就是全球的 有效期无限 也就是永久 只需要2.1欧 大概16元左右 点击购买 注意看一下 移动数据覆盖全球 意思就是350兆流量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 直接上网 有效期无限 电话号码是爱沙尼亚的 国内合作的运营商是移动 我们看一下 133个国家有没有中国 找到了 如果350兆用完 还想上网的话 0.03欧一兆 算下来0.23元人民币一兆 短信在全球范围内 免费接收 点击购买计划 信用卡或者数字货币都可以 其中信用卡 只支持Visa和万事达 国内的Visa和万事达也可以 如果你没有外币信用卡 可以去看看我这篇文章 三分钟申请一张美国虚拟信用卡 不需要实名 没有月租 避免泄露个人隐私 认真看看这篇文章 尤其充值那个步骤 有了信用卡 直接支付西班牙这个卡费 完成后 软件会显示二维码 你可以截图保存起来 然后打开你的Uber软件 打开后点击下方的加号 扫描二维码和相册都可以 打开相册后 选择刚刚截图保存的二维码扫描添加 Uber会开始添加西班牙电话卡 耐心等待一分钟 成功后备注一下 避免卡都忘记 打开开关 立马有了信号 如果没有信号 可以去设置里设置 选取运营商这里 如果不是中国移动 你需要手动选择一下 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号码 进入软件 回到主页 这个地方就是你的电话号码 到期时间为永久 充值购买的2.1欧还在你的账户内 350兆用完之后 你可以用这个钱买流量 当然你也可以用来购买通话和发短信 钱用完之后 还可以点击这里充值 上面还有一个小调查 如果调查被选中 可以得100美金 你可以试试运气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下期见 下期见